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耶稣的名被家人、被同学、同事或群众嘲笑、欺负和逼迫呢? 耶稣告诉门徒说这是必然的 因为这世界的道路跟耶稣的道路是互相为敌的 因此当我们被人喝饿的时候 想到耶稣曾经这么说过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也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虽然这个世界是败坏的 但是耶稣鼓励门徒不要害怕 仍然要勇敢的宣扬福音 因为掩盖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知道的 耶稣他检查、掌管一切 他是宇宙万物全地的主 我们要敬畏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 那只能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也就是撒旦 我们不要怕他 历代以来 许多先知、宣教士 因着主的名被逼迫 现今在世界各地 也有许多基督徒 正在遭受逼迫和杀害 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已经走过 他亲自用他的宝血 为我们打开永生之门 耶稣用麻雀 用数算头发来描述他对我们的爱 麻雀很小、很卑微 但是若没有天赋的允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谁会在乎小麻雀的生命呢 神能够数算过来 你的头发有多少呢 这些都诉说着 神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弟兄姐妹 做耶稣的门徒 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在这里提到三个关键 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耶稣 愿意爱他 愿意跟随他 承认需要勇气 爱他需要将他放在我们生命的手位 跟随他需要舍己 需要学习像耶稣一样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 若我们不愿意 做不配做耶稣的门徒 主也要将永远的生命 要赐给跟随他的人 最后这里也提到 凡是接待主的仆人和使者的人 这些人也要得着奖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谢谢你 以坚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的名是大有能力的 守主帮助我们胜过 从家人来的 或者是四周来的这些征战和拦阻 守主帮助我们 能够勇敢的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你 成为得胜的门徒 主我们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